这个少年只是宗门平平无奇地扫地杂役 却在宗门遭受覆灭之际 仅凭一片树叶就将来饭之地给吓跑了 原来少年所在的宗门叫做天青宗 而宗门大师兄是个极度危险的位置 因为三任大师兄都死于非命 上上任大师兄被人宗高手给嘎了 上任大师兄却又死在了山岳洞天中 而这一任大师兄云海在这个位置上 屁股都还没有做热 在比试时又被人嘎了 宗门长老直接发出天药王天青宗的iPhone 然而俗语有云 俯无双至 祸不担心 就在此时 宗门上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魔弃三 此情此景有事为政 乌云漫漫不见悦 魔从中来度众生 长老被这股威压压迫的直冒冷汗 立马感受出能够有如此阵阵 来得定是魔门帝宗的高手 那可是威震四方的宗门 传闻帝宗之人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天青宗弟子们议论纷纷 更有胆小的弟子 直接被吓哭了 难道是来覆灭我们天青宗的 从乌云处飘落几个 抬着棺材的鬼面人 周身阴森气息营露 降落于天青宗广场中央 立马爆发出恐怖之极的情大威压 其中一名鬼面人 阴冷开口道 魔门帝宗纳罗 请天青宗安谨赴约 战城楼上的各天青宗 长老和执事 均都吓得瑟瑟发抖 他就是纳罗 传闻此人嗜血诚信 听说第三镜三花聚顶的高手 都被他击杀不舍 他来我天青宗到底想要干嘛 文信急迟而来的 天青宗掌门陆明愤怒质问 我天青宗与你魔门无冤无仇 此番来我终意欲合为 魔门内罗还是一句话 请天青宗安谨赴约 周围弟子们议论纷纷 我们宗门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能够让魔门亲自邀请 难道此人身份不一般 掌门陆明询问身边的长老 我们宗门可有名叫安景的长老或知识 该名长老立马白手否定 难道是弟子 该长老头冒冷汗继续否定 我们宗门513名弟子 无一名弟子叫安景这个名字的 询问一圈后 掌门陆明开始下出课令 纳罗 我们宗门没有叫安景的人 请你们立马离开 然而那罗根本不听他的 今天不把安景叫出来 别怪我手下无情 一听此话 陆明怒斥 放肆 我们天青宗虽然不是什么大门大牌 但也不是谁都能拿捏的软柿子 敬酒不吃吃法酒 纳罗立马施展出魔元大手 对着陆明拍下 那我今天就将捏爆你这个软柿子 面对如此狠辣的攻击 陆明只得掐动法觉凝聚能量双掌 与魔元大手撞击在一块 两股能量随着一段时间的碰撞 明显魔元大手占据上风 随着阵阵咔嚓碎裂之声 纳罗因冷着吼道 今日安景不出现 你们天青宗就灭宗 天青宗的全体文军都群情激愤 是要与魔盟拼死一搏 纳罗嘲讽道 皮肤汉术 不自量力 随即抬手将魔元大手再次往下再下压几分 直接令天青宗长老无法执起身 广场弟子军都被压得跪倒在地 掌门陆明很是不甘 混蛋 难道我天青宗立派七百余年 难道今日就要毁在我的手上吗 纳罗不屑道 陆明老儿 再给你实息 交出安景 否则天青宗王 陆明悲愤欲绝 你们不就是想要命我宗门吗 何必又要找这么个理由 见陆明不肯就范 纳罗只觉一动 那你们就去死吧 魔元大手随即缓缓拍下 就在陆明和众宗门弟子绝望之际 纳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魔元大手被一神秘之物轰隆吸 随即魔元大手消散于无形 神秘之物竟然幻化成一条五爪青龙 对着下方的魔人之人嘶吓 魔人之人惊恐地撒鸭子逃跑 随着阵阵想着眼下的眼神 魔门之人纷纷吐息 纳罗的鬼面具更是被震死 陆明心中燃起了希望欣喜不已 不知是哪位隐士高人拯救我天青宗 此时内罗震惊地发现 击败他们的竟然只是一片树叶而已 这就叫一夜震魔 天啊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天青宗何时有如此高人 魔门地宗之人惊恐万分 天青宗有不识高人 我们赶快撤退 随即纷纷化为一阵魔烟奔逃而去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男主安景穿越到这个高五未免 意外获得万物融合系统 可以将各种低阶功法 灵国 法宝融合成更高级的 为了面对三千年一遇的天地大劫 他苟在小宗门的藏经阁当了三年的杂役 不断地融合各种武器 法宝 灵国等 私底下为天青宗解决了不少麻烦 就在不久之前 魔门地宗的人来到天青宗找安景 被他用一片树叶给打跑 仓皇逃窜的魔门地宗之人在天青宗山门外 均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纷纷猜测这个背后神秘人的身份 有人猜测是天青宗的太上长老 却遭到那罗的否定 天青宗大长老要是没有作画的话 应该也就第四境的实力 但是我们面对的此人实力绝对不止第四境 其他人听闻不敢相信 天青宗一个不入流的宗门怎么存在第五境的高手 那罗双手依旧有些颤抖地表示此人实力太恐怖 要是被此人跟在身后我们必死无疑 非非 不得不说那罗一定是属乌鸦的 嘴还开过光 他话音刚落 树林里就出来一个人 你们是在说我吗 在场魔门地宗之人无不汉毛道立 此人的气息他们竟然毫无察觉 来的正是安景本人 但是这些魔门之人根本不认识他 见到安景的穿着打扮都认为是天青宗的扫地杂役 但是那罗可不这么认为 立马怒声质问 你到底是何许人也 安景白白手 你们不是已经看出来了吗 我就是个杂役而已 那罗警惕地盯着安景 不可能 一个杂役怎么能悄无声息地靠近我们 立马惊恐到一时 刚刚出手的人是你 优贺 被你看出来 没错就是我 你们跑过来耀武扬威 搞得到处都是垃圾 你们可知这么多垃圾我要扫多长时间吗 那可是要扫整整五天呀 那罗等一众人听他说的这么形象 难道他真的只是个扫地杂役 随即安景一百手质问道 说吧 你们来此地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那罗却死鸭子嘴硬道 那是我们魔门秘星 凭什么告诉你 哼 我告诉你 安景不出现 我们魔门长老必定亲自登门 覆灭你们一个小小的天青宗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安景呵呵一笑 不成是招来也罢 我过来也没打算逃根问的 那罗冷汗直流的疑惑询问 那你想干嘛 斩草出根 话音未落 安景周身已经散发出恐怖的灵力波动 伴随着阵阵轰隆 惨叫之声 包括内罗在内的所有魔门弟子 均都化为了一团团血舞 安景打完收工 一切结束 而在天青宗内 掌门陆明与其女儿议论其隐藏在宗门中的那位神秘高人 实力着实恐怖 难道是我们宗门还有其他闭关未出的太少长了 随即安排自己女儿陆云儿前去调查 宗门内是否有一名叫安景之人 在天青宗藏金阁内 刚刚收拾完奈罗等一众魔门之人的安景 返回藏金阁中 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本高阶七星剑诀 融入到自创的纵天剑诀中 经过这三年的融合 他自创的纵天剑诀和宪法都已经达到了先级 这藏金阁内的5G 今日也基本被他完全融合完毕 目前自己的修为到底到了哪个层次 他也不清楚 只是达了一个三进巅峰高手的嫩罗 还不足以说明自己的实力有多强 他发誓没有酒精之前绝不出事 毕竟这个世界远比自己想象的危险多了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个少年明明实力强悍 却甘愿在宗门当扫地小杂役 经常受到身材哇塞的少妇直视的重点关照 难道是因为爱情 就在不久之前 安景解决完魔门递宗的人后 返回藏金阁中将一些低阶功法 融入进了自创的功法中 此时藏金阁的门就被一脚踹开 传来一个暴怒的女人声音 杂役27号 来的乃是天青宗外门直视长老刘瑶 她身材哇塞 面容娇好 但是火爆的脾气与她的容颜完全不符 安景对这少妇也是头大的狠 只得尽量克制不悦的神情询问道 直视大人找我何事 刘瑶趴击就将扫把丢在了她的跟前 披头盖脸的怒骂 好呀 竟然躲在此处偷懒 难怪半天找不到你 宗门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安景只得服从的捡起扫把钱去广场上 打扫期间就听到刘瑶跟陆云儿谈论道 此次拯救宗门的那个神秘高人 能够仅凭一片树叶就将第三劲的高手逼退 难道真的是我宗位出世的某位前辈不成 刘瑶震惊不已 仅凭一片树叶就把那罗下退 这是多么可怕的修为 而陆云儿则是猜测 这样的前辈高人可能只是路过天青宗而已 如果是我宗门的前辈多好 给这些萧小石的胆他们也不敢来造次 刘瑶愤恨道 特别是那玉盒门 最近越来越嚣张跋扈了 根本不把我们天青宗放在眼里 陆云儿却让刘瑶放一放玉盒门的事 现在最令他担心的还是摩门帝宗的奈罗 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叫安景的人 只怕还会再来的 于是陆云儿吩咐刘艳 将近百年来的花名册找出来 他要查查看有没有一个叫安景 当安景偷听他们的谈话 未知走神之际 就传来了刘瑶大喇叭干的声音 杂役二十七 你没有吃饭吗 扫地慢吞吞的 还有气无力 快点扫完 之后去给陆长老拿花名册 安景没好气地大声答复 而到了夜晚 藏经阁门前 来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 乃是玉盒门长老张秋 这老小子听说白天摩门帝宗 在天青宗闹出大动静 门内必定混乱 于是趁机潜入天青宗藏经阁 想要找到传说中的灵级法掘天青心法 果然当他踏入藏经阁时 并未发现有人看守 这老小子立马露出了贪婪的面容 就算找不出天青心法 顺手好几本秘籍也是不错的 然而正当他找得入神之际 却听到嘻嘻苏苏的声音 他心头一惊 立声喝道 什么人 出来 随即传来几声哒哒的脚步声 走出来一位头戴狐狸面具的美妇 张秋这老小子率先怒斥 藏头鹿尾的鼠背 你到底是何人 却被美妇讽刺 我们彼此彼此 你这老东西看着也不像天青宗之人 也是来此偷工法了 说时时那时快 转瞬间二人就已经激斗在了一起 闹出来的动力也不小 书架上的功法也被打落了一地 就在二人要不死不休继续激斗之时 一声叹息传出 来就来吧 为何每次过来都要将此地的金书打落一地 二人均都心头一挤 只见一个杂役打扮之人手拿一把扫把 出现在二人眼前 来人正是小杂役安景 见状美妇松了一口气 而张秋就开始暴怒质问 小子 你在此处藏了多久 安景微微一笑回道 三年了 我记得这位蒙面女士 上次来也是这身打扮 第一次翻看的是 繁极中阶功法七星剑绝 美妇人内心惊骇不已 突然安景一指老头 还有你 也来过两次 每次来都是将金书翻得满地都是 之前看过你腰间的令牌 好像是玉和门的长老 你也算是个大人物 为何要行这机灵狗盗之事 一听这话 张秋老儿就开始狡辩起来 小子 莫要血口喷人 污蔑老夫 是吗 你第一次来是三个月前 想要直接前往藏金阁第三层 但是被阵法所困 只好在第二层 偷了一本无像水绝后跑路 我说的对于不对 张秋心头发寒冷汗直冒 这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安景一处扫把道 我就是天青中的一名小杂役 一听真的是杂役 张秋就开始嚣张了 一个小小的杂役 也敢在我们面前拿枪拿掉 你找死 随即跳起向着安景攻击而去 然而下一刻 她的攻击就打在了一道蓝色的护盾上 原来是 释放的护身钢器 张秋想要抽离自己的手持 惊恐地发现根本无法动他 下一刻随着她的腹部一声咔嚓声响 丹田破碎 张秋惊慌地赶忙求饶命 然而她已经没有了机会 身体直接开始消散于天地间 当弯玉生 一柄宝剑掉落在地 而一旁的美妇人吓得瘫软在地 祈求前辈饶命 表示愿意做牛做马伺候前辈 铁之们 你们觉得美妇这样的要求 大家要不要满足她 评论区打出你们的看法 这个扫地小杂役看似在扫地 实则却是拯救了 快要走火入魔的宗门少主 就在不久之前 玉和门长老张秋和这个美妇人 双双来到玉和门藏金阁 盗取经书功法 被藏金阁扫地小杂役打了个现行 张秋嚣张地想要杀人灭口 但是他却不知扫地僧都是民族 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旁的美妇人健壮立马跪地求饶 并且愿意做牛做马伺候小杂役 作为拥有万物融合系统的穿越者 当然是看不上这样的货色 只是看他比较诚恳求饶 于是就放他离去 这个美妇人也挺识趣 离开之前向安景透露一个消息 那就是玉和门与天青宗少主即将联姻 但是目的不纯 实际是想要借此机会得到天青宗的天青心法 如果得不到玉和门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前辈你可要小心了 然而安景根本没有理会他 更没有放在心上 之后安景再次开启万物融合系统 融合高阶鬼谷剑爵 中阶大罗星法 中阶法器三阳剑 他没想到玉和门的长老的法器飞剑还是零级的 不错 加上之前的一些法器 这次终于可以融合成零级高阶 再要融合成为仙器 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第二日清晨 美女长老的教床服务如期而至 杂役二十七 你昨天晚上去做贼了吗 日上三单了还不起床 还不给我滚去打扫藏金阁 以往安景都是负责打扫一到四层 今天不知美女长老发什么神经 让他打扫第六层 因为五到六层都是零级法诀 只有宗门长老才能进入 此时的藏金阁六层中天青宗少主陆云儿 手拿一本天一诀正在全身心地修炼 安景正在一旁打扫着卫生 他都没有发现 安景发现这陆云儿无疑是天青宗修炼最勤快 但奈何他的修炼资质实在太差了 这天一诀并不适合他 此时的陆云儿正处于快走火入魔的状态 于是安景决定出手帮他一把 看似他在扫地 却发出了一阵阵玄妙的声响 直接将陆云儿从危险状态中拯救出来 陆云儿满头大汗心有余悸 睁开眼睛后就发现了一旁扫地的安景 立马询问 你为何会在此处 安景赶忙表示 自己是在这里打扫卫生的 这边可是宗门核心区域 一般弟子都无法进入 更不要说扫地杂硬 陆云儿一思索立马得出结论 一定是刘瑶长老偷懒了 安景假装歉意道 刚刚扫地声音有点大 打扰到长老了 陆云儿却并未责怪 反而感激说道 刚刚幸好有你出声唤醒了我 否则我定然会被反噬 随即他忧心忡忡地嘀咕着 是我心太急了 近日摩门帝宗的高手杀入山门 又有玉河门的压迫 扰乱了我的心神 画面一转 天青宗广场上来了一个少年 大声喊道九剑门白戒 前来拜访天青宗 天青宗众弟子纷纷出现 谁啊 竟然这么大胆胆挑战天青宗 安景叹口气 这一天天的 真是太吵了 而在天青宗大殿中 陆云震惊不已 白戒这个疯子怎么来了 他乃是玉河门第一天才 从小便展现出了惊人天资 再加上白藤的大力栽培 修为一日千里 三年前出道 开始挑战玉衡和一代数十宗门 历经九十七战无一败己 乃是玉衡和一代精彩绝艳的超级天才 有长老哀叹道 我宗内肯怕无人是他的对手 该如何是好 我们要应战吗 陆明怒道 人家都来宗门了 就去迎接他看看情况嘛 陆明带着众长老来到广场中央 白戒上前礼貌问候天青宗各位前辈 陆明也顺势夸奖了一番白戒 并且邀请他进宗门先喝茶 却遭到白戒的拒绝 并且说出自己来天青宗目的就是 听闻天青宗乃是上古有名的宗门 门内法诀天青剑诀更是独步天下 听闻天青宗少主陆明儿就是主修的此法诀 今日特地来讨教一番 陆明儿只能告诉白戒 自己已经身为了宗门长老 恐怕就不能跟他比试了 白戒却嚣张回道 无妨 等你们天青宗所有弟子都败给我 你就能和我比试了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个浪荡剑客独自一人战胜了青云宗年轻一代 下一刻却被青云宗的扫地杂役教他做人 就在不久之前 九剑门天才剑修白戒独自一人高调挑战青云宗少主 却被陆明儿以自己现在是长老为由拒绝应战 于是白戒决定先打扶青云宗年轻一代再说 众弟子义愤填应怒骂白戒太狂妄 此时一名叫于阳的弟子自告奋勇出来应战 于阳让白戒拔剑 却被白戒告知打你不用拔剑 气得于阳立马使出自己的最强招式轻和慢绝 刷一下就刺向白戒 却被白戒一个虚晃躲过攻击 然后照着于阳的面门砰的就是一拳 瞬间于阳倒飞而出落败 一招就解决了战斗 白戒轻烈的摆摆手 在场的都是垃圾 太让我失望了 现场弟子鸦雀无声 无人再敢上前应战 这白戒果然是九剑门百年不遇的天才 这实力太恐怖了 见宗门弟子丧气的模样 陆云儿只得自己上前应战 他跌路明想要阻止 却被陆云儿婉拒 这白戒一招就败了于阳 其他弟子肯定都不是对手 只有我亲自对上才有机会击败他 见此情形 白戒调侃道 这就对了吗 让我见识一下上古宗门的风采 陆云儿提剑怒吼 那就如你所愿 随即掐动剑决 白戒微然不动地笑道 确实不错 比刚刚的那个谁强太多了 面对陆云儿的强力剑决攻击 白戒依旧只是一拳挥出 就将陆云儿的攻击击 见白戒还是不出剑 被轻视的陆云儿愤怒地打出更为灵力攻击 军队白戒利用身法一一躲避 随即白戒正视道 很好 你值得我出剑 试浪一声 宝剑出鞘 一股赤红光芒打向陆云儿 二人随即叮铃当刚打作一拳 有来有往不可开交 几个回合后 白戒提剑而立嘲讽道 你的剑太慢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到此结束了 于是批出一道灵力的攻击 陆云儿感受到此道攻击十分强大 头冒冷汗地提剑艰难敌等 随着轰隆咔嚓之声响起 陆云儿的宝剑音声断为两节 陆云儿震惊地看着断刀 不甘心地表示自己还没有输 还要再打 却被他父亲叫停 行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白戒却不过瘾地嘲笑道 我还没有用力 陆长老就败了 既然长老不行 那就掌门来应战吧 这是果果的挑战 令青云中的所有弟子气愤不已 准备群起而攻之 剑引起了公愤 白戒也伸之双拳难敌四手的道理 立马白手说是开玩笑的 随即遇见败心而去 夜晚 在青云中山门外 白戒躺在一堆篝火旁嘀咕道 哼 被这玉河门掌门诃骗了 说什么青云中有天才 没想到全是一群废物 等我再休个几年 就有资格挑战青云中掌门了 到时候让他拿天青剑决出来我瞧瞧 突然树林中传来一道声音 是吗 小伙子你很狂呀 吓得白戒一个机灵就起身 谁 给小爷滚出来 却见一个穿着杂衣服式的少年 出现在他眼前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这名九剑门的天才剑修 刚刚还意气风发 打败了青云中的少宗主 下一刻就被一个扫地杂衣教他做人 就在不久之前 白戒挑战完陆云后 因为一句 长老不行 那就让掌门出来应战引起了重目 于是星星离去 在青云中山门外野吹时 嘲笑青云我宗 都是小卡密之计 就被一道声音打断 出来一个穿着青云中杂衣服式的人 此人能够无声无息地接近 白戒却没有发现 深知此人的实力不简单 立马立声询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主要是找你练练手 还有留下你的剑绝 安静周身灵气四翼 感受到威压的白戒 立马呈现战斗状态 不错 没想到青云中还有你这号人物 看上去你比那个陆云儿强了不少 藏汪一声宝剑出窍 就让我看看阁下有几斤几两 九剑密术斗字密 一道灵力剑气批出 然而安静却不慌不忙地 用两个指头挡住了剑气攻击 白戒震惊的眼睛都动人了 这怎么可能 安静则是借用白戒先前 在青云中的话回敬他 这就是你的剑吗 太慢了 这杀人诛心的话语 直接令白戒使出 九字密术中的准字密 威力明显比之前的强了不少 但是对面的安静 依旧云淡风轻地轻松化解 此刻的白戒脸上已经布满冷汗 被安静一挥手间就逼得他连连后退 下一刻他手中的剑 更是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安静手中 你又弱又慢 安静嘲笑道 你且看我这一剑 随着安静掐动剑举 一股恐怖的剑气直冲云霄 直接将天空都照亮 远在青云宗大殿中的众人 都发现了山门发出的亮光 无故猜测震惊 难道魔门地宗的人又杀上门了吗 而掌门露明日感受出了此事剑光 并且这是真正剑线才能发出来的剑光 这到底是哪位前辈高人出手了 而身处剑光中心的白戒 此时已经被吓得张口欲言 却有惊恐的孤独一声将话语咽了回去 随着安静将剑气光滑掩去 白戒内心震惊无比 这人绝对是一名剑线 自己今日怕是要栽在此处了 然而安静只是一探手 将白戒身上的九字剑术取走 淡淡说道 这两样东西就作为买你的性命的代价 白戒惶恐地询问 前辈你是清云宗的人吗 却被安静不置可否地叫他滚蛋 并且告诫他 做人要低调 白戒忐忑地表示 一定谨记前辈的话 此时白戒才明白 玉和门跟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果然清云宗中有一名绝世高人 赶忙菲也斯地逃离现场 而得到白戒宝剑和剑术的安静 则是立马开启万物融合系统 将这两样东西融合进自己的鬼谷剑爵和三阳剑中 使得鬼谷剑爵成为了先级剑爵 三阳剑则是晋升为灵阶高阶 安静对于鬼谷剑爵的晋阶还是不满意的 看来还要想办法解决才行 次日在玉衡河各处 都在流传九剑门天才剑修白戒 战清云宗拜 有人相信 有人质疑 因为这白戒可是挑战七大雍云如一拜计的进度 纷纷猜测到底是谁击败了白戒 难道是清云宗长 未完待续 下集再见 魔门地宗上天清宗找安静 竟然是因为魔后与安静存在着什么某种神秘的关系 就在不久之前 九剑门天才剑修白戒被杂役身份的安静等待 此事在玉衡河一带传开 而且还得到了白戒自己承认 说是天清宗一名年轻弟子所 此事成为了众势力茶余饭后谈资 没想到天清宗竟然存在这等妖孽的弟子 果然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上古宗门确实不能小觑 在某茶楼二层一亚间内 玉衡门少主唐文峰正在跟他老爹汇报 父亲 这白戒拜了 说明天清宗之前确实在藏桌 那我们的计划 唐秋白却严肃回答 计划不变 就算天清宗再强 现在也不可能强过魔门地宗 记住 我们的背后可是魔门地宗 帮助魔门地宗找到那个叫安静的人 而我们则是借机谋划天清宗心子 壮大自身 这两者缺一不可 唐文峰疑惑问 父亲 这安静到底是何许人也 值得魔门地宗一定要找到此人 好像是和魔门魔后有什么关系 具体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唐文峰震惊 魔后 此人不是三百年前就作画了吗 在三百年前 这魔后是整个魔门第一高手 整个魔门天地人三宗都是由魔后统领 其在魔门的威望如日中天 听闻魔后每次出现都戴着一个青铜面具 从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面目 有人说起长相丑陋 所以才戴着面具 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唐秋白这是白手道 魔门的事情我们还是少物 我们的目标是得到天青宗的心法 而在天青宗议事厅内 天青宗掌门陆明正在召集长老们 讨论白戒被击败的事情 都说说你们的看法 各长老君都没有表态 外界传闻击败白戒的是我宗门一年轻弟子 你们觉得会是何人所为 陆月儿出来答话 那日我天青宗弟子都在观战 应该不会有人半路在和白戒交手 其他人纷纷赞成陆月儿的说 若是我门中真有这么厉害的弟子 怎么可能瞒得过我们 会不会是这个弟子一直隐藏自己的实力 其他长老觉得 不可能 我天青宗怎么会有这样的妖孽存在 定是那白戒张狂自大 在外面招惹到了什么敌人 那人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借我天青宗之手对付了他 你们还记得对魔门帝宗出手的神秘人吗 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也许这两件事是一人所为 随即陆明吩咐所有人都去查 当时哪些弟子不在现场 美女长老刘瑶询问 掌门 那杂役弟子要不要查一下 陆明叹气 杂役弟子就算了 他们要么资质太长 要么未曾修炼 绝对不可能是杂役弟子 确实不可能是杂役弟子 是我多想了 不多久 陆明儿在宗门一临时处洗脚心里依旧嘀咕着 那个击败白戒的人 到底是谁呢 会不会真的和传闻一样 就是我宗门的弟子 若真的是天青宗弟子 那就好了 可他又觉得自己有些异想天态了 突然在不远处传来沙沙的扫地声 原来是那个杂役弟子 陆明儿询问 这里是你负责打扫的吗 是的 我已经在这里打扫一个时辰 陆长老 除了此地 藏金阁 后院 后山 都是我打扫 陆明儿震惊 什么 在这里打扫了一个时辰 自己太过粗心了 身旁多了一个人 待了一个时辰 竟然还不知道 幸好是我天青宗的弟子 那你还真是辛苦 你也在宗门当了三年的杂役 这样吧 我跟刘妖长老说一下 将你提拔为天青宗记名弟子如何 安景却拒绝了他的好意 说他的秀为不够 也不能够破坏了宗门内的规矩 而当今修仙界 共分为九大境界 只有步入第一境界 皇庭筑基才算正式进入修炼 方能成为天青宗弟子 这就是天青宗的规矩 陆明儿很是欣赏安景 这不争也不抢的星星 如果能想你这般没有烦恼就好 而安景则是回忆起自己 三年前 刚刚穿越到这个世界 一进入天青宗 因为不能修行 经常受到同门欺辱 是这位陆师姐 给予自己关心和安慰 并且告诉安景 从此以后就把天青宗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 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也可以找他聊聊 回忆片刻后 安景询问陆明儿 是不是还在想着和白界对战的事情 陆明儿没有否认 我是在想到底是谁击败了白界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宗门弟子 安景假装分析道 我觉得此人一定是长得很丑 要不然怎么会没脸见人了 陆明儿赶忙挥手制止安景 师弟 可不能胡说 那人的修为之高 若是此话语传到了他耳中就不太好 安景则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安慰着 放心 此等高人应该不会这么斤斤计较 其实我真正担忧的是摩门弟宗 陆明儿始终想不通 他们为何会索要那个叫安景的 反正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摩门弟宗分明就是无中生有 故意找我们的麻烦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个天青宗的扫地小杂役 在宗门厨房偷吃灵果零食 竟然意外进入了天青宗禁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不久之前 天青宗少主陆明儿在宗门临时内 洗脚放松思考摩门弟宗之事时 杂役安景 经过安景的一通安慰后 陆明儿反而更担忧 疑惑着摩门之人为何要找那个叫安景的人 当事人的安景本人也表示很猛很无辜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摩门为什么找他 陆明儿心情沉重的低语 如果摩门弟宗的人真杀进天青宗 你们这些小杂役该怎么办 安景听到后道 陆师姐 我可记得你曾经和我说过的话 天青宗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所以为了陆师姐和这个家 我一定会奋力抵抗摩门 随即陆明儿欣慰地表示 他绝对不会让一个杂役弟子去对抗摩门的 师姐也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安景则是表示 宗门有难 杂役也有责 师弟你说的没错 对了 师弟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师姐 我就叫安景 你信吗 陆明儿一正 没想到你一个木讷的人 还学会了开玩笑 这摩门弟宗要找的安景 肯定是什么大人物 又岂能是你这个小杂役 那以后还是叫我二十七吧 安景内心无奈 我就知道你会不信 那可就别怪我没有告诉你 陆明儿开心道 二十七 你好啊 画面一转 夜晚在天青宗厨房内 安景正一人打扫这位生 嘴里嘀咕着 也不知道这摩门弟宗要干嘛 他们寻找自己卫国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打扫厨房就有点好处 这些天才地宝可以随便吃 唯一就是品级有点低了 突然此时门外出现了一个猥琐的黑色人意 安景知道又是宗门那只胖耗子 安景赶忙拿了一个邻国躲在了一旁 此时搁置一身推门而入 来人正是直视长老溜妖 他黑黑一笑 这么晚了 应该没有人了吧 这里可是自己的天堂 只见他口中哈喇子乱流 小可爱们 等着奴家宠幸你们吧 躲在一旁的安景心中气愤不已 每次偷吃完都不打扫干净 第二天还要劈头盖脸地训自己一顿 真是无耻 当他看见里面摆放整齐的灵果后激动不已 拿起一个猪果 虽然只有十年份 但却是人间难得的美味 随即他毫不客气地啃食起来 这入口即化 口齿生惊 太美味了 安景无语 果然 哪里都有吃货 就在安景后退到墙壁之际 忽然墙上闪烁着阵阵蓝光 竟然是阵法 就在此时阵法发动 安景才明白这乃是一个传送阵 就在刘妖察觉到一动时 安景早就被传送走了 刘妖还以为是自己感知错了 而安景此时被传送到了天青宗的禁地中 在禁地深处正封印着一个头生触角的魔头 黑黑叫道 太好了 终于有人进入禁地了 哈哈 三百年了 终于有人来了 天青子 你的老皮肤 困了我三百年 只要让我吸取一些血 使我便能够恢复一些实力 冲出这阵法 以我第五境的实力 在这欲横河已改 自将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安景刚刚到达禁地 很是疑惑此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就在此时传来一阵鬼叫声 吃了它 好鲜美的肉食啊 这么年轻的面孔 还是第一次看见 安景也终于看见清了这样黑漆漆的物体奶邪物 这些邪物朝着安景飞扑而来 军被他用巴掌拍飞 现状邪物们均都震惊不已 你是谁 安景则是反问 这是什么地方 邪物们很无语 小子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竟然敢闯进来 结结结 那你就留在此处成为我摸门的影子吧 此时的安景周身金光大作 凝聚出一个巨大金色巨长 废话真多 随即这些邪物均被金色巨长打散 打完收工的安宁感觉出 这里有些不同寻常 有着很重的邪气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只是天青宗一名平平无奇的扫地杂役 不小心闯进了宗门禁地 而封印在此处三百年的魔头想要杀我 却被我抬手间将他打到自闭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不久之前 我在宗门厨房偷吃灵果时 不小心触发了宗门的隐藏阵 直接传送到了宗门禁地 而在禁地深处封印了一个大魔头 我刚进入禁地就遇到了一群小魔头 均被我一巴掌咕死 大魔头见我点实力很是疑惑 因为魔头听闻天青宗已经没落了 根本不相信天青宗有我这好厉害的人 在我帅气必然的强大实力下 得知魔头叫邪元 原来此魔头就是天青宗古籍上记载过的绝世邪魔 专门吸取他人修为来修炼 实力高深莫测 当时欲横河的地灵派甚至被这魔头灭门 最后 当时的天青宗祖师出手 以生死到消的代价将这魔头封印在了天青宗 而后封印之地就变成了宗门禁帝 魔头也没有想到自己被封印多年 竟然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我却嘲讽他被困了三百年还没有化成灰烬 并且猜测他的实力达到了四境阴阳交汇 而九大境界中的第四境又叫圣人之境 达到这一境 寿源可达到千年 生死无常 飞天遁地 法术通选 知首可灭一国 见我知晓了他的实力 魔头得意地笑问 三百年前 你们天青宗祖师也是第四境 为了封印于我 不惜生死倒笑 小子你怕不怕 却被我不屑一顾地回对 你现在不还是被封印着吗 有何怕的 魔头立马狂笑不止 原来你是因为有这封印才有事无恐的 那老夫就告诉你 随着岁月流逝 这封印已经逐渐破碎 如今的我已经恢复了两成实力 只要吸食了你的血肉 立即就能够破开这封印 而我听了魔头的话语依旧不以为意 小子 待我破开封印 只要修炼个十年 不仅可以恢复全部实力 还有机会冲击第五境界 届时我要图了整个天青宗 哦不 是整个玉衡河 怎么样 你怕了吧 见我还是不怕 魔头都怀疑我是白痴 竟然对他没有一点畏惧之意 简直就是在侮辱他的实力 我双手环抱于胸前当他在讲笑话 气得魔头暴跳如雷 立马显现出他第四境的恐怖威压 而我却老僧入定般威然不动 见我不躲避 魔头更加坚信我就是个傻子 得到了魔头的嘲讽 我也不能示弱 于是运转功法开启防护光照 抵挡住了魔头的威压攻势 见我竟然能够抵挡 魔头老羞成怒 调动自己所有的功力 向我发出一道道凌厉的攻击 却被我抬手之间 轻而易举的一一化解 根本无法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此时魔头慌了 并且露出绝望和不甘的眼神 嘴上依旧不肯认输 要不是被封印所困 我怎么可能只发挥两层的实力 我却告知魔头 其实我连一层实力都没有用到 直接将魔头整抑郁了 于是惊恐询问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告诉魔头 我只是天青宗的一名扫地杂役而已 此话一出魔头郁闷的 想要一头撞死 而在天青宗祖师堂内 掌门陆明带着女儿陆云儿 正在给历代祖师上香 祈求先借天青宗 各位祖师也保佑宗门渡过难关 就在此时祖师排位上 突然冒出阵阵阴邪的魔气 一见此景陆明立马满头大汗 他清楚邪气外露 这是宗门禁地出事 此时陆云儿才知晓 在宗门禁地被天青宗祖师 封印了一位大魔头 实力恐怖如斯 要是被魔头破风 不止天青宗完蛋 整个玉衡河都要遭殃 他们将成为大罪人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是天青宗一名平平无奇的杂役弟子 意外闯入宗门禁地 里面封印着的大魔头想着杀物 却被我打到求饶 还说要给我当牛做马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不久之前 魔头邪员以为自己 第四境的实力能够碾压于武 他的攻击 魔头瞬间就抑郁了 他没有想到我的实力如此强大 其他的邪物也都被这一幕震惊 难道天青宗数百年后 又出了一个绝世人物 回过神来的邪员愤怒大吼 不可能 你是在逗我的 你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杂役弟子 我却再次肯定地告诉他 我就是一个杂役弟子 你说气不气 魔头气愤不已 管你是谁 今天都要死 只见魔头一直向天掐绝形成一阵晕风 将周边其他的鬼物全部卷入其中 鬼物们均都求饶 邪员大人 都成为我的力量吧 这是你们的荣幸 我淡定地看着邪员 吸收周围的鬼物来壮大自己 有些意思 只见邪员周身紫光大作 原本我想再过两年吸收它们 挣脱这道枷锁 这样才能让我的实力恢复七八成 但是现在有你的血肉 我提前挣脱枷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呵呵一笑 提前死河在这里多活三年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牙尖嘴利的小子 今天你的血肉本大人要了 此时我也没有跟魔头废话 直接苍朗一声祭出宝剑 对着魔头就挥斩而出 蹭蹭几道剑气打得魔头 毫无招架之力 魔头此时才明白 与我的实力差距之大 根本无法匹敌 随即转身就准备逃离 我冷哼出声 想跑吗 已经迟了 你走不掉了 随着我的一道灵力剑气 魔头此时惊恐万分 赶忙求我饶他一命 并且承诺愿意为我做牛做马 可惜他求错人了 我都是本着斩草树 跟已决后患的原则 一剑就将他劈了 看来此魔头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而在禁地外 姗姗来迟的陆冥妇女 此时感受到了 禁地内传来的轰隆巨响之声 如此大的动静 陆冥心头大惊 完了 如此大的动静 这第四境的邪魔 难道要出事了吗 到时候不止我们天青宗要覆灭 玉衡和一带都有危险 就在此时禁地入口处 喷涌出一股心虹的血光 威势直接压迫的陆冥妇女 无法动的 下一刻 一道原因体被烈焰燃烧着 豁然就是魔头邪元的原因 伴随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落下 陆冥妇女就这么眼睁睁地目睹了魔头的妇女 陆冥妇女均都满头大喊 内心无以处加 那邪魔刚刚好像在喊姚明 看来暗中一定是有高人庇佑我们天青宗 此时二人回想不久之前 击退魔教的高手 打败白界的神秘人 还有镇压第四境的邪魔 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 这位高人是越来越神秘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 还是不知道是谁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 此人对我们天青宗没有恶意 但是此高人却不想现身 我们也不能强求 否则 难免会招惹他不快 陆冥很是好奇这位高人的身份 陆冥一声叹息 我们还是走吧 就不要打扰这位前辈了 离开时 二人还心有余悸的庆幸 有如此前辈高人的庇护 宗门才能化解这次巨大的危机 而在禁地内的我 此时走上了几节虚空时间 发现高台之上一具时尚摆放的 都是一些灵级终极心法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穿越成为修仙宗门的一名扫地杂役 意外获得了万物融合系统 我刚刚使用融合系统 将功法提升到了先级法觉 还引起了天地一响 导致各大势力的猜想和际遇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我在天青宗禁地内 击杀了封禁三百年的魔头后 在里面发现了一堆灵级终极功法 没想到自己在天青宗打扫藏经隔三年 都没有发现一本灵级心法 这里竟然有一堆 这难道就是天青宗曾经遗失的心法吗 曾经天青宗在玉衡河原本是一个古老强大的宗门 丢失了高级心法的宗门遗落千丈 然后更是受到了各方的打压欺凌 门内弟子更是接连被人猎杀 才有了现如今的局面 我现在正缺少心法 如果这些心法融合到大罗心法中去 说不定可以让我的大罗心法达到先级 随着叮当一声响起 我开启了万物融合系统 系统提示 灵级中阶大罗心法还需要三百零力可升级 是否融合 我得按系统界面立即融合 一瞬间就融合成功 系统恭喜我获得先级低阶大罗心法 下一刻 由于大罗心法的品阶提升 在禁地后山处爆发出了冲天的红色光芒 这天地一向令天青宗门上下惊讶不已 猜想连连 有人认为是绝世珍宝出世 也许是某个祖事业留下的强大法器 而在禁地内的我当然不知道外面众人的异动 我知道大罗心法到了先法修炼速度比之前快了十倍不止 这就是先级法决的不凡之处 而我的实力提升得越快 面对未来天地大捷的把握也就越大 次日 在宗门杂役弟子住处 都在议论昨晚禁地出现的异想 各种猜想评出 而此时的我才知道自己昨晚融合成了先级功法 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 突然宗门长老刘瑶出现大叫 都给我老老实实地站好 既然人都到齐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昨夜路长了诸果被偷吃了 是哪个无耻小贼 快给我主动站出来 随即对着所有人扫尸一拳 我鄙视着刘瑶 好一个贼喊捉贼 你自己不就是这个无耻的小贼吗 各弟子纷纷白证据撇清自己的嫌疑 就在此时刘瑶愤怒地盯着我 怎么 敢做不敢当吗 27号 昨晚上你去哪里了 我回禀他 昨天晚上我在睡觉 可有人证明 我无语地回复 没有 好家伙 这一下刘瑶就找到了我重要罪证一般 威胁着问道 好呀 平日你最好吃懒做了 说实话 这诸果是不是你偷吃的 如此贼喊抓贼的一鹿 我都不想揭穿这个波符 刘瑶却上杆子地跟陆鱼儿提见一起 如此珍惜的天才地底 以后不能放造访了 还假惺惺地替我求情 说念我是出饭就原谅你此 面对如此的栽赃我当然极力否认 见我这个背锅侠不肯就犯 刘瑶就发飙了 27号 你可知偷窃东门财物 是犯了门规 还敢狡辩 小心你的屁 此时还是善解人意的陆鱼儿出来替我解围 刘瑶立马借颇下驴地替我感谢师姐的宽宏大量 27号 你还不谢谢陆长老 刘瑶的内心更是狂喜不止 庆幸有我这个背锅侠 我内心无比鄙视她的甩锅行为 切 偷吃的是你 装好人的还是你 真会玩 在刘瑶的威逼力诱下 我只得认栽地向陆鱼儿认错 毕竟我只想狗在宗门猥琐发育 背锅就背锅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昨晚引发的天地异象 也引起了玉衡河一带各方势力的注意 玉衡门帝宗大长老莫天行 则是看出了这天地异象并非是秘宝出世 而是仙法问世才会显现的六道仙光 看来天青宗果然不简单 竟然藏着仙级法觉 而整个玉衡河也没有听说哪个宗门有仙级法觉 传闻九道光环围绕 乃是神级法觉 当然这只是传闻 就连我都是没有见到过 帝宗弟子议论纷纷 真是难以想象这神级法觉会有多么厉害 玉衡门掌门赶忙出演打断弟子们的议论声 神级法觉这等天赐之物 就不要想了 待我们杀尽天青宗 得到这仙级法觉的话 我玉衡门也能够壮大起来 仙级法觉已经算是不可多得之物 不愧是玉衡河最古老的宗派 真是让人意外啊 也只有如此人杰地灵之地 才有魔后要长之人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玉衡门掌门邪儿子上天青宗向陆云儿逼婚 不答应就威胁要灭宗 他们为何敢如此强势 就在不久之前 因为我融合成功先级法觉出现了天地异响 从而引起了玉衡和一带各方势力的觊规 特别是玉衡门立马复制行动 将天青宗翻个天翻地府 也要找到那个安静 届时玉衡门还能够得到魔门帝宗的关照 玉衡门少主立马感谢魔门大长老的提醒 而在天青宗管事房中 长老刘瑶正悠闲地翘着他的大长腿 吃着葡萄责备道 27号 你小子可以 连路长老的东西都敢偷吃 我不置可否地抬手表示 刘长老 你心里知道我有没有偷吃 好一个贼喊捉贼 你还嘴硬 算了算了 我带了你三年了 这次的事情我帮你顶着了 刘瑶内心震惊 这27号平时都呆头呆脑 看起来傻乎乎的 用他背锅最合适不过了 哼哼 一个长老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刘瑶嘴上怒道 喂 小子你不知道感谢我吗 我赶忙调侃道 刘长老 要弟子如何感谢 弟子身无常物 嘿嘿 常物还是有的 如此的被安景调侃 刘瑶也没有生气 反而让我过去给他垂垂背 说自己最近吃太多了 有些疲乏了 如此好事情我当然乐意为之 刘瑶享受这份特殊服务 并且吩咐我 以后跟着他混 好好听话 就可以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虽然心里不屑他的承诺 但是嘴上依旧说着感谢的话语 就在此时窗外响起了 宗门的市井烟花 刘瑶立马明白是宗门大殿处 发生了大事 随即驾驭飞剑赶去增援 此时的天青宗广场上空 毕锦衣男子带着一群蒙面 黑衣凌空遇见 天青宗弟子纷纷立声呵斥 你们是何人 竟敢强闯我天青宗 只见锦衣男子阴沉着脸道 让陆明出来 你们没有资格与我说话 随即锦衣男子抬手一道掌气 就将一处栏杆打得粉碎 碎屑崩飞 轰鸣声震耳欲聋 如此强大的实力 天青宗弟子军都猜测此人是谁 就在此时传来了爆吼声 唐秋白 你想干嘛 哎呀 陆掌门 许久不见了 当在唐秋白旁边的年轻男子 看见陆宇二世激动不已 果然长得国色天象 陆明冷亨质问 唐掌门来此怕是来者不善吗 唐秋白也没有绕弯直白说道 我此次来乃是为了喜事而来 怎么会来者不善呢 我二文峰心中一直仰慕陆掌老 对其念念不忘 唐某此次来是带儿子提亲来的 听闻此话 陆宇二眉头紧促 其他弟子更是义愤填鹰怒骂 御河门乃是狼子野心 没错 若是同意的话 岂不是将陆掌老送入谷口 此时非同小可 我还要思虑一二才能给唐掌门答复 唐秋白不治可否当 你尽管思虑 我们在这里等的就是 陆明满头大汗 这似乎有些不妥吧 唐秋白冷声道 这有何不妥呢 唐某等得起 只要陆掌老一个答复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此话一出 陆云二和陆明立马驳梗发凉 明白唐秋白今日是不会善把甘休了 只得再次推托道 小女无德无能 怕是高攀不上唐少宗主 她话语刚落就被唐秋白怒斥 看来陆掌门是看不起我愈合门了 唐宗主言重了 此事本就是你情我缘 何来看不起一说 好你的陆老头 意思就是你看不上我而闻风了 唐宗主如此话语 就是胡搅蛮缠了 陆明深知今日这唐秋白 就是不意来闹事的 下一刻就见唐秋白抱跳而起 陆老儿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而闻风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是一名穿越者 并且获得了万物融合系统 本想在宗门苟到天地大劫 奈何宗门面临灭宗危机 不得以我化身为蒙面大侠解救宗门 就在不久之前 玉和门掌门带着儿子来到天青宗 逼迫陆明嫁女 否则就灭宗 尼菩萨都有三分气 更何况一派掌门陆明 力声喝退陆云儿 毕竟这唐秋白乃是第三境的高手 陆明赶忙退避而开 唐秋白怒吼道 陆明老儿 马里走 躲避不开的唐秋白 只得派掌相迎 陆明满头大汗 立马吩咐周围弟子赶快退后 这唐秋白的实力又精进了许多 看来唐宗主今日是有预谋而来 预谋 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看不起我玉和门的一律该杀 随即唐秋白双手合十 大鹤倒 玉和无量 天青宗弟子惊骇不已 这乃是玉和门灵集中阶法决 好强 太可怕了 陆明赶忙掐动剑决 与唐秋白凝聚的玉和虚影相撞 轻轻胖胖肌豆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下一刻 唐秋白凝聚的法剑寸寸崩裂 他本人也被虚影巨人一掌拍中 陆明被打得倒退连连 口喷鲜血 陆云儿赶忙上前关切自己的父亲 唐秋白立刻 给我杀 全力给我搜寻那个叫做安景的弟子 玉和门众蒙面人一拥而上 天青宗的弟子立马提见迎敌 然而天青宗的弟子 无法跟玉和门之人匹敌死伤惨重 唐文峰怒怒怨言争大吼 投降者不杀 有的弟子开始犹豫不决 却被刘瑶长老呵斥 放屁 我刘瑶就算是死 也不会向你们玉和门之人投降 没错 天青宗只有站着死的 没有跪着生的 唐文峰音笑着道 死鸭子嘴硬 随即去剑攻向刘瑶 刘瑶瑶只得提剑奋力抵抗 然而刘瑶却被唐文峰挑飞了手中绑剑 一剑就抵在了刘瑶的脖梗处 这点本事还敢大放厥词 这危急状况 正在激斗中的天青宗众弟子 均都惊呼出声 刘瑶确实也是性子刚烈 一口老痰就吐在了唐文峰的脸上 老娘就是不投降 唐文峰暴怒 好 很好 那你就去死吧 陆云儿看到这一幕大叫着 不要呀 激斗中重弟子冷汗淋漓 突然唐文峰披露而下的剑 被一股金光缠住 唐文峰震惊不已 被震得灯灯灯倒退连连 站稳身形的唐文峰惊恐出声 是谁 此时一袭蒙面黑衣的我正式登场 在场之人均都猜测着我的身份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穿越成为宗门一名扫地杂役 意外获得了万物融合系统 本想抖到天荒地牢 然而这对父子却上门要灭宗 这么嚣张麻糊 我当然得送他们殡葬一条龙服务呀 就在刚刚 天青宗长老刘瑶差点被 玉河门少主唐文峰给杀了的危急时刻 我肯定不能袖手旁观 虽然平时刘瑶各种刁难于我 对于我的出手 唐文峰当然不服气 历生质问我是何许人也 我冷声道知 自己乃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你们就此退去吧 我不想造太多的杀戮 听闻我的话语 唐文峰哈哈大笑不止 其他蒙面人质疑 这人难道是疯了不成 没想到这玉衡河一带 还有比我们更嚣张 更狂妄的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天青宗弟子也很疑惑 也在猜测我的身份 不过看样子是有非敌的 此时 唐文峰提见怒道 你现在跪下来求牢 我说不定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我定然不会因为他的几句就认死 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找死了 何必呢 然而唐文峰却是更加嚣张地叫嚣 既然你想死 那本少主就成全你 随即蹭的一下化为一道金光朝我及时而来 双手握剑朝着我就是劈头砍下 一旁的陆约看到这一幕 立马惊呼提醒 这是唐文峰的天火剑 快躲开 然而就在唐文峰以为轻松将我活劈之际 他的天火剑却被我两根手指轻松夹住了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令在场之人无不惊讶 竟然仅凭两根手指就挡住了唐文峰的志强一剑 这怎么可能 当事人唐文峰内心更加惊骇 因为任凭他如何发力 都无法见自己的天火剑抽离回来 下一秒 我两只用力一匹天火剑剑剑应声断裂 就此结束吧 断裂剑剑被我随手一扬而出 迅捷地朝着唐文峰驳梳出飞去 随着咔嚓扑斥一声 唐文峰应声从高空跌落 失去了生机 唐文峰到死都还没有想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可谓是死不瞑目 这一幕令现场一片寂静 几名蒙面人颤抖地指着我 唐秋白一步踏出抱起了自己儿子的尸体 失声痛哭 其余蒙面人见我一招就灭了唐文峰 纷纷猜测我是第四境的高手 陆鸣感受到了我的强大实力 陆月儿则是觉得我就是隐藏在天青宗的那个神秘高手 一听这话 刘瑶长老立马兴奋起来 什么 他就是一夜击退内罗的高手吗 太好了 原来我天青宗还有这样的高手 真是天佑我天青宗 唐秋白缓缓放下自己儿子的尸体 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你杀了我儿文峰 你必须死 我冷哼出声 是你们先杀了天青宗弟子的 随即唐秋白陷入癫狂 他们这些废物加起来都不及我儿文峰的一根手指头 一听这话刘瑶不乐意了 你放屁 唐文峰才是废物 来我们天青宗 我们天青宗都不会收 我告诉你 我天青宗杂役都能杀他 刘瑶的话语一出 立马令我心头一咯噔 猜得这么准吗 还是说被他看穿了 唐秋白怒目言争 今日你必死无疑 神仙来了都不行 说的 随即一脚蹬地搜一下就窜到空中 陆月儿赶忙大声提醒 这位前辈小心了 唐秋白实力高深莫测 然而刘瑶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反应 杀了唐秋白这老头 只见唐秋白一掌朝我面门拍击而来 然而下一秒 我全身金光大佐 散发出强大的威势 直接将唐秋白轰飞而出 踏 踏踏 倒退出数丈之远 唐秋白满头大汗 内心震惊 好强的实力 看来我必须要动用权力了 随即双手合十 再次使出自己绝学 愈合无量 随着灵力的汇聚 一名身穿银白色抬甲的灵力虚影浮现 抬手一掌就朝我拍击而来 见此情形 露鸣大惊失色道 哇 这唐秋白不愧是愈合门掌门 一掌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唐秋白应笑道 知道害怕了 你给我去死吧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意外穿越到一街 成为宗门一名扫地杂役 并且获得了万物融合系统 本想一直抖下去 却不料总有一些不长眼的人想要灭宗 刚刚愈合门宗主唐秋白 对着我使出了绝招愈合无量 能量巨人向我拍击而来 对付这种虚头巴脑的玩意 我指出一个指头 不时就将能量巨人身体贯通 唐秋白心脏扑通乱挑 笑容凝固 能量巨人消散 唐秋白一口老血偏涌而出 在场之人目瞪口呆 不敢想象 为何我只凭一指就破了唐秋白的攻击 太强大了 无法形容的强 愈合门之人质问我是何许人也 刘瑶开心不已 太好了 我就知道他可以 他的实力到底是何等境界 他 到底是什么人 唐秋白不甘地表示 第四境吗 随即癫狂道 哈哈哈哈 就算你是第四境的高手 今日天青宗也难逃覆灭的下场 陆明等人立马大惊 难道 就在此时我对着远处一个地方说道 在一旁吃瓜看戏这么久 该出来了吧 随即出现音效之声 一群魔门装束之人出现 竟然是魔门的高手 这魔门又来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也很疑惑 他们这次过来 难道还是为了寻我来的 魔门长老率先质问 看阁下身手不凡 莫不是天青宗某位祖师 我是谁不重要 唐秋白留下 其他人我可以给你留一条生路 一听我的话语 魔门之人君都嘲笑起来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吗 太狂了吧 这欲横和一脉敢不把我魔门帝宗放在眼里的 你是第一个 你真是把本长老逗笑了 唐秋白狗杖人似的指着说我疯了 你知道你面前的是谁吗 他可是魔门帝宗的大长老莫天行 什么 天青宗之人君都吓得连连后退 他就是莫天行 那个一夜之间连续灭三个门派的人徒莫天行 虽如此 陆明依旧强势询问 阁下今日杀上天青宗的目的是为何 我们与魔门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莫天行冷声道 交出安静 我们立马就走 一听这消息 我内心无语 这魔门的人还真是执着 为何一定要找我了 太奇怪了 陆明悲愤回道 可我宗门上下并无较安静的人 阁下是不是搞错了 却被莫天行呵斥 不可能 你还敢质疑我 今日而等必须交出安静 否则天青宗势必血流成河 无处存在 陆鱼儿面露男色的疑惑 这安静到底是谁啊 竟然让魔门帝宗的高手一次又一次的杀上来 陆明颤声回道 我天青宗里里外外搜了数十遍 真的没有此人 若阁下真的强人所难 那我天青宗只有血战到底了 血战 你们也配 莫天行黑黑的音笑着 你们只有被屠杀的份 面对如此威压 天青宗众人不敢对视 更无人敢跳出来出头 剑魔门之人比我都还能装 我肯定忍不了 一抹手中的宝剑 是吗 随即我高举宝剑 一股金光从剑端直冲云霄 在场之人无故震惊 这是什么品级的剑 好炙热的剑气 莫天行和唐秋白均都面露苦涩 这法器灵气充盈 应当不是凡物 没想到天青宗竟然还有这等法器 唐秋白鼓动地说道 莫长老 杀了此人 正好夺得此剑 我懒得与这两人口海 不说无意 手底下剑真章吧 莫天行一抬手哗啦声作响 那就让你死得明白 随即一股强了水系法术能量 将在场之人全部笼罩在内 陆鸣赶忙大叫 天青宗弟子 速速后退 我二话不说 提剑直冲水球而去 一剑斩出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在别人眼中 我只是一个宗门扫地小杂役 然而宗门面临危机时 我这个小杂役却化身成猛面大侠 拯救封门于危难 就在不久之前 摩门大长老莫天行 是要血洗天青宗 化身猛面大侠的 我提上金光灿灿的大宝剑 一个提劈就将 莫天行的水系能量攻击批赛 唐秋白一脸震惊 板头大汗 好可怕的实力 摩门大长老莫天行 摆手撇嘴道 有点意思 但不多 实则内心却是惊骇无比 这个人的实力太不一般 我再次提剑相识 比那斜员强上三分而已 足以应付 地旁观战的陆鱼儿 担心地询问自己的父亲 他会赢吗 修为不高的陆鸣 肯定也是看不出结果 就在此时 莫天行不甘心地 再次打出一记金色剧掌 朝我袭来 这么点雕虫小技 也敢在我面前搬门弄 我不急不慢地一直点出 立马形成一个蓝色光纹 朝着金色手掌打去 一击就见金色剧掌击穿 莫天行满脸难以置信 这么强的实力 到底是何许人也 莫天行立马陷入癫狂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再留守了 随即莫天行周身出现 一股股凝如实质的气息 溢萨而出 我提渐进等他的大招 因为我也要知道 自己实力到底有多强 莫老怪 你加油 看看能不能触及我的上限 莫天行双手举过头顶 瞬间凝聚出一个魔影分身 小心 这是魔门的灵级高阶法觉 莫天行得意黑黑道 现在你想求饶也晚了 夸擦 魔影一手向我按来 我依旧无动于衷 唐秋白嘲笑着还以为我被吓呆了 然而我只是一台宝剑 无数灵力的剑气 就将魔影分身切割 这一幕令莫天行冷汗灵力 随即伴随着阵阵咳嗽声跌落而下 怎么会如此 砰 重重地砸在地上 已然死翘翘 唐秋白赶忙飞身向前 惊呼莫长老 想要上前查看 却又畏惧我的实力 连连后退 莫门其他人惊骇地大叫 莫长老真的气了 怎么可能 天青宗为何会有如此绝世高人 连大长老都不是对手 而天青宗这边 刘瑶兴奋庆祝起 胜了 太强了 真的赢了吗 这结果让天青宗之人恍如做梦 那么的不真实 掌门陆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这高人是何许人也 此时我当然是要出来装一波的 这就是魔门地宗大长老了 我还没有用力 竟然就倒下去了 我盯着剩余的魔门之人威胁道 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 如果敢再犯天青宗 下次必杀之 魔门之人赶忙惊恐地一溜烟地逃跑 陆明父女跑过来感谢我 并且征询我如何处置这唐秋白 我则是让陆明自己拿主意 陆明立马面露狠辣 此人犯我天青宗 如果不杀 唐人还以为我们天青宗好欺负 一听这话 唐秋白立马就对着我跪下求饶 陆明肯定是不同意的 这唐秋白心狠手辣 牙子必保 如今他儿子被我们杀了 日后他定会不顾一切地报复 唐秋白内心怨恨至极 好你的陆明老儿 既然你们想要我死 那就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突然唐秋白已然扑向了陆明儿 我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陆明儿惊恐地躲避不及之际 一抹剑光刷地打出 对着唐秋白的脖梗处斩血 下一秒 唐秋白砍得倒地 已经伸手溢出 我冷哼出声 不自量力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穿越城中门的扫地杂役 今天被美女长老看好 选我成为外门弟子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不久之前 我化身成为蒙面大侠 将侵犯宗门的敌人击杀 见到我挺身而出的英勇行为 宗门少主陆云儿 对我生出了爱门之心 说要以身相许报答我 一旁的宗主也很想成为我的岳父 如此主动的一对妇女 令我一个21世纪纯情少男 差点把持不住就满足他们 还好我修炼了童子宫的原因 定力十足 随即转身几个旋转跳跃离开的限制 留下少主陆云儿在风中饭着花痴 未来岳父这是夸奖我真乃是青年俊才 不仅鞠躬不要 身手还不凡 美女长老刘瑶则是欣喜地觉得 我是宗门的隐士前辈 有如此高手前辈照着 天青宗忠心有望 掌门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看出我施展的功法不像是天青宗的 刘瑶很疑惑 我是宗门的前辈 又为何三番五次地帮助我们呢 真是太奇怪了 次日清晨 杂役弟子居住处 长老刘瑶踏着信步来到了门前 使出河东施吼宫 都给我出来集合 而一众杂役弟子们都打着哈气地抱怨着 昨天忙到了丑时 今天不是说可以多休息一个使臣吗 怎么这么早就让起来了 就在我疑惑这刘瑶又要整什么幺蛾子时 就传来了刘瑶杂杂呼呼的声音 睡什么睡 都看不到日上三干吗 昨夜忙了很久 我知道你们也很辛苦 这次御和门和魔教杀来 使得我宗门弟子损失惨重 幸得一位前辈出手 我们天青宗才得以保存下来 但是外敌可能随时会杀到 再加上西域大笔即将展开 为了补充宗门弟子人数 所以今日我会从你们这群杂役弟子当中挑选一些人 成为外门弟子 其他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露出兴奋的笑容 纷纷表示自己等了太久了 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然而我却并不开心 因为我还是想继续当个杂役弟子 外门弟子太多约束了 刘瑶咳嗽出声 此事乃是我亲自选拔 自然不会作假 现在都给我老实战好吗 我要开始选拔 只有三个名额 你们可要好好珍惜 杂役21你平常比较勤快 而且修炼十分努力 虽然暂时没有到达第一境 但是未来还是大有机会 第一个就你了 杂役21开心地感谢刘瑶 还有你 杂役14 你的勤可我是看在眼里的 杂役14无名同样感谢刘瑶 我很是疑惑这刘瑶的选人标准是什么 难道不看长处的吗 突然刘瑶扫视众人 因为只剩一个名额 其他人都紧张地期待着 只有我正躲在一旁祈祷刘瑶看不见我 然而刘瑶却是觉得我长得挺端正 而且是个很好的卑波侠 留着做杂役弟子太去惨了 随即点着我道 杂役27 最后一个就你了 我难以置信他竟然会选我 刘瑶再次确认就是我 并且质问我不愿意吗 我只能表示自己资质愚钝 恐怕不能成为外门弟子 我内心自是不愿意的 因为成为了外门弟子 到时候连出入山门都要报备 自由受到限制 远远没有当杂役快活 然而刘瑶却让我不用担心 就算我是一块碗石 他照样能够点画 见他如此的话语 我深知这次是无法逃避了 刘瑶则是勉励其他人不要灰心丧气 只要表现得够好 本长老就可以破例 将你们提拔成外门弟子 其他弟子均都振奋大呼 刘长老万岁 我等一定会为天青中赋汤导火 在所不辞 画面一转 我和另外两名被选中的大院种 来到了外门弟子的聚集处 这两个大院种兴奋地 看着手中的外门弟子令牌 满眼自己内心的喜悦之情 而我却无奈叹气 看着手中的令牌 杂役二十一一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询问我为何叹气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杂役十四也附和着 没错 听说只要成为了外门弟子 就能修炼天青宗前三层的心法了 而且还有机会参加这次西域大队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以宗门杂役的身份 被美女长老选为外门弟子 入门第一天就与美女长老独处一世 她说要努力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这是什么情况呢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我从杂役二十一号口中得知了西域大笔 这个大笔可是西域最大的盛会 玉横河数十个宗门 而玉横河只是西域一道支脉榜 而整个西域类似于这样的支脉足有数十条 其中不乏一些零和上游的古老宗门 实力强大 门内更是有第五镜混员金丹之镜的高手 而杂役二十七口中的西域我是知道的 但是西域大笔是什么我却还是不明白 西域在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中孕育着数十条河流 其中不乏一些上古灵河的支脉 上古灵河旁有着诸多古老宗门 而每一个宗门都是建立了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的宗门都有不少 门内底蕴深厚 高手众多 玉横河不过是数十条河流当中 最不起眼的一条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偏远的支脉 西域大笔就是整个西域 不满百岁的年轻高手都能参加的比试 据说前百就能得到奖励 前十更是有机会参悟仙级法绝 或者得到仙级法器 听到有仙级法绝和仙级法器 我立马两眼放光 兴致一下就上来了 就在此时 传来一个声音 那个叫杂役二十七 你给我过来一下 我立马屁颠屁颠地跑到刘瑶身边 刘长老 有什么吩咐 你跟我来一趟 边走边呱记着 近来 山门似乎有些不太平 连心浮动 门内弟子也是折损不少 你要勤家修炼 早日达到第一镜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提拔和栽培 我赶忙敷衍地回复 我知道了 一定会勤家修炼 振兴天轻踪 跟随着刘瑶的步伐 经过了几道门厅后 我停下了脚步 刘瑶却在催促我 你愣着干吗 进来啊 我尴尬出声 刘长老 我进去不好吧 有啥不好的 快点给我进来 我一个纯情少男 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考验 于是就跟着进入了他的闺房 只见刘瑶侧躺着在床榻上 显露出他修长的眉腿 慵懒地叫我去他跟前 说有事情问我 这么香艳的一幕 可把我整不会了 我弱弱地说道 刘长老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于是刘瑶询问我 你们男人一般都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听闻这个尴尬问题 我疑惑 难道刘八批有喜欢的人了 那这个人可真惨 见我不吭声 刘瑶有些许不耐烦 让你说就说 目目唧唧的 我满头大汗的回复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我哪里知道 我话音刚落 刘瑶就愤怒质问 你还是不是男人 这么直击人心的发问 我的回复是肯定的 既然是的 你会不知道 我指的开始胡周 男人应该都喜欢温柔贤惠的女人吧 具体的例子呢 比如说会做饭 古语说得好 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刘瑶兴奋称赞 没错 有道理 于是我访问 刘长老 你是看上谁了吗 就在此时 刘瑶露出了花痴的眼神 自然是那个数次拯救我们天青中的大英雄啊 如果知道他是谁 我一定要嫁给他 那样的男人才是我心中的理想王君 从今天开始 我要努力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这样他在茫茫人海中才能注意到我 听到刘瑶的这个决定 我很是惆怅和无语 刘瑶一下跳下床探 你和我走 现在就去做饭 到时候你看看味道怎么样 什么 让我把关 什么 你不愿意 能够吃到本长老做的饭 那可是你的荣幸 这么自恋的话语让我直冒冷汗和无奈 他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要脸的 喂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让这位美女长老抓住男人的胃 没成想他却做出了黑暗料理 想要毁掉别人的胃 上集美女长老刘瑶要我教他做美食 来到厨房的他嘴上说着不要紧张 其实内心慌得一瓶 我在一旁有些戏虚地盯着他 他却瞪着我叫我不要幸灾乐 随即自己拿起锅铲开始一通乱了 他的行为直接令我们眼睛 我直接冒着冷汗的逃离陷阱 生怕被他伤及无辜 随着厨房里冒出浓烟滚滚 不一会刘瑶就端上来两盘黑乎乎的食物 让我尝尝看怎么样 看着这暗黑料理我很紧张 就是准备将我堵死呀 然而却被美女长老威胁必须尝尝 我好意提醒 刘长老 我是让你抓住男人的胃 不是让你毁掉他的胃啊 却遭到了刘瑶的拍而起 你放屁 就在此时 索性陆云儿出现解救我于水火之中 当陆云儿看到盘子里的东西时 还以为刘瑶在学习制毒 而且这味道和品相一看就是剧毒 这话直接令刘瑶丧失了信心 我一看这一幕 立马就说陆长老来找刘长老有事吧 我就先走了 陆云儿则是提醒我明天宗门广场上 新晋的一批外门弟子需要再次检测灵根 到时候宗主和他会亲自前往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优质弟子 毕竟马上西域大笔就要到了 此次光呼到天青宗 乃至玉衡河的颜面 刘瑶疯狂点头表示立马就去通知新晋弟子 就在此时陆云儿一把拍在我的肩头上 与众星掌的队伍说 你现在也是新晋弟子 今世不同往日了 快去准备准备 可不能懈怠 画面一转 宗门广场上聚集了此次所有的新晋弟子 在所有人的正前方悬浮着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 正是用于测试灵根的测试时 所谓灵根便是我被修行之人吞那天地灵气的眉睫 灵根越高者 吞那天地灵气的速度越快 效果也越好 而灵根可分为 灵 先三等灵根 每种灵根又分为上中下三等 灵级下等灵根者便可获得一枚圆灵丹 中等十枚 上等百枚 众星晋弟子听闻奖励圆灵丹 这可是可以提高修行速度的真品丹药 长老 那要是先级灵根呢 听到如此利好的消息 纷纷期待着自己的灵根是什么资质 而我心里也嘀咕起来 因为 自己的灵根好像就是先级灵根 但是却传来了长老泄气的话语 先级灵根 就是整个一红河也没有几人有先级灵根 而且就算有也都是外物级别的高手 若是天青中真的可以出现一位先级灵根的天草 天青中就会摆脱被人欺压的命运 才能真正的崛起 主持长老其实也希望出现奇迹 但是这真的是不可能出现 陆云儿却乐观表示 说不定上天眷顾我天青中吗 主持长老也不多说 立马宣布灵根测试开始 随即一名弟子忐忑上前 并祈祷着上天保佑 陆云儿在一旁提醒 这位师弟不用紧张 手掌放在测试时之上就好 这名弟子探气着一手按在了测试时上 随着测试时上呈现的红色 长老叹气地宣布 法级下品灵根 而我在一旁看着有点不明白 这灵根是如何区别的 一旁的杂役时期告诉了我 原来是看闪烁的颜色 分别是红橙黄 绿青蓝 紫黑白 对应的是 灵 先三种灵根 也就是说只要是紫黑白 那就是先灵根了 杂役时期却冷声道 别想了 整个玉衡和先灵根者也不过两人而已 那都是布什的天才 我等能有灵级灵根就烧刀箱了 而随着测试的不断进行 结果也确实不尽人意 到目前为止一个灵级灵根都没有出现 下一个就轮到了和我一起的胖子杂役 只见他吞了吞口水 手掌按了上去 瞬间一股绿色涌现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我是一名穿越者 拥有系统金手指 却被一块破石头给看见 这我当然不能惯着他 略微出手就将这不知好歹的破石头粉身碎 就在不久之前 新晋弟子进行灵根测试 测试到和我一起来干活的杂役无名时 测试时出现了一抹绿色 这也就说明了他乃是灵级下品灵根 也就是今日测试到目前为止天赋最好的一个 这也让主持长老和陆云儿眼前一亮 主持长老的态度立马就变得和蔼可亲 犹如看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温和 并且让无名站在他的身旁 这一幕 令其他弟子羡慕不已 纷纷猜测他这下要飞黄腾打了 而杂役时期的测试结果也出来 乃是法级上品灵根 这样的天赋同样受到了主持长老的赞赏 与此同时 主持长老询问还有谁没有经过测试 躲在人群后面的我却被陆云儿点了名 师弟 你还不快上来测试 我只得无奈地走上前 内心盘算着 哎 这一次我不会要暴露了吧 还是说在暴露之前自己提前摊牌了 就在我愣神之际 陆云儿还以为我紧张了 好心地提醒了我 主持长老不耐烦地催促我把手放上去 逃脱不开的我只得点头 伸出左手按在了石头上 而底下站着的杂役石器猜测着我的测试结果 吴明则是自信地认为我的天赋绝对超不过他 然而我按住石头半天却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测试时坏了 还是说我的天赋太高了 这坡石头测不出来 围观众人也疑惑这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怎么会没有任何反应吗 而主持长老更是笃定我没有修行灵根 我自己也很慢慢 按理来说 我作为一个穿越者还拥有系统金手指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陆云儿赶忙安慰我 并且让我再试一下 我只得再次将手按在了石头上 可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主持长老再次叹气地确定了我无任何灵根的事实 杂役时期和吴明也为我的废材身份感到惋惜 但是主持长老却卖了刘妖一个面子 允许我继续在外门修行 只是按照规矩没有丹药奖励 而我没有测试出灵根的事实 也遭到了其他新晋弟子的嘲讽和指指点点 所幸他们并不住我姓氏名水 只知晓我之前是杂役弟子 随即长老吩咐除了我 其余的人都跟他去领取丹药 吴明见我垂头丧气 就跑过来拍了我的肩头说他资质好 丹药多到时候分我一些 杂役时期也赞同吴明的想法 毕竟当初都是一起进来天清宗的 也算是缘分 以后就由他们罩着我了 我只得笑眯眯地感谢他们的好意 随即二人就跟着长老前往领取丹药 陆药此时在我身后也安慰我不要气馁 我心里内叫一个大吴语 我其实根本没有气馁啊 这测试时肯定有问题 连我先及灵根都没测出来 而陆药却告诉我 其实他当初灵根也不好 是他父亲一直鼓励他 让他通过努力修炼将实力提升 现在他也将这份鼓励给予我 希望我和他当初一样不气馁和放弃 努力吧 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大气晚成而已 我无奈感谢他的鼓励 随即找个借口赶忙离开此地 领了陆药还不忘提醒我 修炼遇上问题了 随时可以来找他 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陆药叹气 这次测试 天清宗果然还是没有出现资质超绝的天才 突然 测试时传来咔嚓咔嚓之声 这一幕令陆药目瞪口呆 这测试时坚硬无比 一般的飞剑都难以留下剑痕 他想不通为何就裂了 陆药猜测这和我刚刚测试有关 未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个老头嚣张得很 竟然背一口棺材来到我所在的宗门 下一秒就被我使出真元大手捏住不能动弹 就在不久之前 我前脚刚走 没反应的测试时却轰隆一声碎裂了 因此也引起了陆药的猜想 联想到此事与我有关 更是想起来跟我认识这么久 都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我的代号 于是决定一定要去查清楚我的身份 说不能耽搁了我的前程 而此时的我正在往住处走去 身后追过来两个人 正是吴明和杂役时期 急切地呼唤我等等 追上我后 杂役时期一把搂住了我 我们找你半天 原来你小子在这样 与此同时 吴明拿出一小瓶 这是元灵丹 别人只有一枚 而他因为资质好 长老就给了他两枚 所以决定送给我一枚 见此我尴尬地表示 自己受之有愧 其实是这元灵丹对我而言 早就没有什么功效 就算是合成的地灵丹效果 都是微乎其微 而更高级的天灵丹效果 也不过是插强人一把 杂役时期立马 让我不用不好意思 我们三个出身自杂役弟子 应当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吴明更是拍着胸脯 表示以后 大家都是好兄弟 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大哥和二哥 好家伙 这个桥段有点耳熟呀 二人缠着我非我叫他们哥 我直接拍脸并未叫唤二人 就在场面一度尴尬之际 刘瑶出现询问 我们三个在这敲咪咪的干嘛 吴明只得回复 我们正在商议 如何感谢刘长老提拔之恩 若是没有刘长老的点拨 我们现在还是杂役弟子 刘瑶点头说着 很好 从今以后你们认真修炼 保护好我天青宗 便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刘长老不仅能够慧眼识珠 而且深居大意 实乃是我被楷模 真是让人敬佩不已 见吴明彩虹屁拍得如此之好 刘瑶立马表示 你明日修炼完毕后来厨房 我为你们准备了美味佳肴 明日要实验一个新菜 一听有美食吃吴明乐呵呵的两眼 除非刘长老他对我有想法 竟然还亲自吓出 我随即上前拍着无名的肩膀告诉他 你没有多想 刘瑶长老就是看上你了 大哥你要加油 而陆鱼儿此时已经来到了宗门档案楼 这里应该有所有弟子的记名册 于是唤醒正在打盹的二长老 看到是少主来了 二长老揉着心松的睡眼问候 长老 我想要查点档案 二长老立马一挥手道 我天青宗档案都在这里 尽管看就是 当刘瑶告知要查一个杂役弟子时 二长老疑惑不紧 一个杂役弟子也值得你亲自来查 那人莫非有什么特别之处 听闻二长老的疑问 陆鱼儿陷入沉思 二十七 你到底有没有特别之处呢 见陆鱼儿呆立在场 二长老赶忙出声询问 陆鱼儿赶忙白手表示 没什么 就是有些好奇而已 随即在二长老的指示下 找到杂役弟子花名册存放处 当他找到杂役弟子二十七号档案本时 期待地翻开阅读起来 里面豁然写着我的个人信息 当看到我的原名就叫安景时 他竟立马联想到之前摩门地宗纳罗 请天青宗安景赴约 还有摩门长老的咄咄逼人 要他们交出一个叫安景的 陆鱼儿露出震惊之色 此时才明白我就是摩门要找的那个人 画面一转 夜色正浓 天青宗广场上 一个诡异的人身背一口棺材 大口喘得粗气 终于到了 这就是天青宗 他继续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大殿而去 每一脚下去广场地板上 就留下了碎裂的痕迹 这九天玄石打造的棺材也太重了 到达大厅后 此人将沉重棺材顿的一声放下 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就在他坐下休息之际 立马感觉到门口透着浓烈的杀意 立声质问 是谁 此时我正一身蒙面大侠装扮站在门口 阁下鬼鬼祟祟地闯入我天青宗 还背着一口棺材 想要做什么 此人立马就猜出了 我就是天青宗所谓的神秘高手 我也猜测出他乃是摩门的人 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 然而这老头不屑道 神秘高手又如何 我警告你 不该管的事情 最好不要管 否则引火上身 见这老头想要走 我立马抱条而起 立马抓住了他的尖头 我让你走了吗 然而下一秒这老头却化为了一道残影 从我手中消失 老头应笑着 就凭你的实力 也想留我 就算玉衡和几个老怪物亲自出手 也休想拦住我 我冷哼一声 那你再看看 随即我真气运转 凝聚出一个真气大手朝着老头抓下 老头却依旧一脸不屑 雕虫小技 就这还想抓住我 然而下一秒 他就后悔了 什么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被真元大手捏住 根本无法动它 为完待续 我们下集再见